下一组挑战者 我不和谁争 谁和我争 我也不谢 我放弃管较 我的速度只会比他快 所以我今天来了 来就来吧 如果你认为我好对付 那么你就错了 你不配 我是新人 我不惧挑战 你不是我要挑战的 成功地标配 今年M2017 我们有请主影少年余奕佩 和鬼才之眼王玉恒 好 欢迎两位 江生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配一配在上一次的 最强大的舞台上的表现 非常的优秀 而且他是以满分 150分晋级的 十分 哇 赦你 郁恒 他的挑战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看了 对 是 所以 什么印象 很棒 很棒 对 这是本季 唯一的满分选手 也是本季最棒的选手 这位仁兄很少夸人 所以你对王玉恒 作为你的对手来讲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对水格还是很了解的 他在这个舞台上完成过 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项目 是 他的实力毋庸置疑 是非常强的 我只希望可以在这个公平公正的舞台上 跟水格来一次真正的高手对决 这也是对最强大脑四个字的最高支持 好 谢谢你 赦云 看到了什么 我想问郁恒一个问题 在微赛里面我们都注意到 最后的三个字 其实如果放在老百姓的生活对话里面 是有点伤人的 你不配 此刻我想问你的是 那三个字 是不是你心里边真实的感受 我觉得今天 其实我要挑战的 真正的对手也并不是他 因为我想挑战的是 这道满分项目的极限 所以我更多的是在挑战我自己 和这道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选择回避了我正面的问题 就是你不配这三个字 是 还是不是 我可以把你说的这一段 对自我的挑战 还是归纳为 是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OK 好 益佩 你有点紧张 如果我不敢让你比赛状态的话 你能不能比如说稍微跳两下 或者是深呼吸一下 其实我一点都不紧张 真的 真的吗 你讲话的时候 两个手像军训一样 贴在裤缝边上 不太敢动 就这样 我解释一下 他其实第一场来参加最像大道的舞台 他基本上就是这个姿态 也是这样 讲话就是这样 对 讲话就是非常冷冷的 我提醒江老师一句 那个上最像大道的舞台 都是一些怪卡 对 你可以这么说 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样表现对我们来说 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好的 好 说实在的 我们是对郁恒在人机大战当中 为人类的选手能够挽回一城 基于极大的期望 但是因为他预先做对了 但是后来最后确认答案的时候 把答案没有做对 所以你是不是也把这一场的比评 看成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当时来的时候 中国队当时是处于落后的 对 我一直以为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从来都可以不动容不动情 但那一刻我确实撼懂了 我也要求提高难度 但是那个难度 其实最后并没有提高到机器身上 而是提高到了我身上 可是我来的时候 我也在想 被自己国家的机器人秒杀掉 这其实是这些姓氏 因为如果机器能做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发明汽车上 我们驯服马 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远 对我们人是有很多好处的 你讲得很对 我觉得蒋老师用了一个词说 今天挑战是王宇恒 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觉得他不需要证明自己 我觉得这是救赎他自己的机会 因为他输了那场对小杜的比赛 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但是你如果想重新赢回这个资格 在最终的脑王之战中出现的话 在国际PK赛上出现的话 你今天也必须赢下这场比赛 但我要提醒王宇恒的是 余依佩的实力非常强 你也知道我们给他打得满分这个项目 你现在非常了解了 他的确是设计得非常精妙 然后当初余依佩完成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们不能就是 演奏盯在你身上 可以看你自我救赎的旅途 但我要说旁边这位高手 你今天都必须正视他 好 那么接下来 两位选手究竟要 对战的决战微早化 是怎样的规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决战微早化 舞台呈现四十幅严实拍摄 五天的微早化动态形成过程视频 两位选手提前观察 小杜依照自己的测试数据 带来两种难度提醒 选手自行选择难度 嘉宾按选手选择难度 随机抽取 一幅微早化第五天定型画面的局部 两位选手观察 并找出该局部微早化对应的 前三天动态视频 比赛两轮 答对提醒难度高者获胜 如答对难度相同 则用时短者获胜 上述所指的两种难度提醒 主要依据小杜对微早化 在单位面积内的 有效信息分析而设置 一种是在微早化面积 四十分之一的圆内 小杜匹配的成功率 刚于百分之九十 另一种是在微早化面积 二十分之一圆内 信息过少 小杜匹配的成功率 低于百分之十 刚才我们对话当中提到小杜 具体的小杜挑战这个项目的成绩 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一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梁朝伟的照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蓝色的实现的圆圈 是小杜的观察范围 占整体的微早化的四十分之一 小杜完成度高于百分之九十的 就属于这些区域 量案对比比较明显的区域 对 就是用Doc.Way的画家里讲 提取信息量 有效的信息量比较多的区域 但是有些区域 它可提取的信息量 则是非常少的 那么在我们上次的晋级赛当中 我们把这些区域看成是无效区域 这些无效的区域 小杜它的完成度只有10%以下 也就是说 在这些信息量可提及的元素 特别少的区域 小杜即使把原来的观察范围 扩大了一倍 也很难答对 好 郑宇 听到这样的一个出题方式 你怎么想法 我听到这个的第一反应 是我很好奇 因为一佩在上一个挑战赛里面 已经做过这个项目了 对不对 于一佩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跟他满分晋级的时候 所用的40副学导画 是不是完全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水哥公平吗 对 素材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规则是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双方选手都同意了规则 我们才开始比赛 然后水哥他也提前拿到了素材 所以他甚至提出了 他就光看把20分低的区域 我们也把他的这个考虑 放到了规则中间 好的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虽然是同一组素材 但是因为挑战的规则 发生了改变 对两位选手都是全新的挑战 王毅恒除了进行自己的判断 还征询了李威等技艺高手的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 对于无效区域 就没有任何信息的区域员 乘靠技艺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他一定集中精力 对付那些无效区域 虞翼佩和王毅恒两个人的能力 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 虞翼佩是技艺选手 而王毅恒是典型的微观辨识选手 那么他们两个在这场比赛里面 这样比拼能公平吗 不同能力类型的选手 在最长大的舞台上 批勾勾很多次了 就包括王毅恒以前的老对手 比如说袁口正老先生 其木剑 刘剑都是技艺高手 在大量的技艺素材面前 对技艺高手挑战也特别大 因为单位时间内 你能够记住的技艺总量是有限的 对 而且技术性的素材还会相互干扰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你还会遗忘 所以技艺的素材越多 其实对微观辨识选手更有利 因为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物件 然后你在众多干扰物中间 去找匹配项的时候 这里有点像你拿着答案去找答案 就是为什么以前王毅恒 都是放弃观察 因为他不需要提前去记忆 那些无关的选项 对 我们今天应该是看到 微观辨识和技艺的 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 究竟是巢锚更锋利 还是动态更坚固 水哥 我很好奇 你会选择哪一个方向来进行挑战 是那个二十分之一的无效区域 还是那个四十分之一的有效区域 我六十分之一都没有问题 我干嘛要做有效 好 宜佩 这一次你去挑战 无效区域的话 你有把握吗 因为上一次挑战 你是没有挑战过那些无效区域 是的 我想看你进化了没有 留个悬念吧 好 玉康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宜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海天皇后将最强战将 请两位走上战将挑战位 两位选手现在必须开始 做出你们的决定 选择你们即将挑战的 这个题的难度 主持人 选手于一佩选择的观察难度 为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走上来就会往极端的区域 去选择 一佩 已经不能改了 我知道 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 一下子就做这个决定 小兔带来的两种提醒 相比我上次挑战的 实际上 一个是减少了面积 一个是减少了信息量的密度 实际上是两个维度上的难度增加 我是无所谓挑战那个了 但是既然科学家团队觉得 二十分之一难 那我就做这个 好 但是你也有风险 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答案 正确 我还是有把握的 好 掌声鼓励一下 好喜欢他的大气 他选择二十分之一 这个更难的选题 第一个是突破自己 第二个是突破王玉恒 第三个是剑指小杜 你做不了 我还要做 所以我们很难确定 他到底想要干掉的是谁 哎呀 球就踢到了长的王玉恒这里了 王玉恒的答案是什么呢 主持人 王玉恒选择的难度是二十分之一 也是二十分之一 漂亮 两轮比赛的第一轮 两位选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难度最大的那一块 玉恒 理由是什么 哥都曾经说过 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 但不如观察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要用观察选手的方式来做这两题 好 下面我们就到了出题的环节 我们有请《浪志导》为两位选手出题 有请 第一次是区域的话 可能有好几个话 所以那四位是最好的 OK 我都没 看不到任何轮廓最好 可以 主持人 嘉宾已出题完毕 好 谢谢 我们请后台来确认《浪志导》 所出的题是否可以进行挑战 根据小杜数据 该题目符合两位选手所选难度 好 这就说明出题有效 我们现在大屏显示的就是 朗志导为两位选手所出的题 小杜完成这个题的机会只有0.4% 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要告诉两位选手的是 你们挑战的时间只有30分钟 当我说挑战开始的时候 我会同步地按下我眼前的这一个计时器 嘉宾为你们所出的题 就会显示在你们面前的显示器上 那么就这一轮来讲你们的难度是一样的 答对了 那方获胜 如果两方都答对了 就看谁用时比较少 两位选手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 好 接下来 请电视机枪显示 40幅微早化形成过程 最初的三天的动态视频 好 宜佩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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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好了 DJSyad 听伍核令 用 przypadku do试课 多喝六个核桃 两个核桃 挑战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持人 选手 王育恒已答题完毕 用时1分07秒64 好 两位选手 以惊人的速度 完成了他们的答案 但是答案是否正确呢 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验证 精力M2017 带你进入验证时刻 验证开始 请客主为我们揭晓 两位选手第一题的答案 3 2 1 两位都选择了二手 现在请后台 为我们核对并调取 25号电视机对应的微早化视频 好 请显示嘉宾所选择的完整的微早化 好 现在关键时候到了 两位选手的答案 会不会是这一幅微早化呢 好 先看 来 来 来 Go 回到那边 快点了 好 于佩用126秒更快 所以她赢得了两轮比赛的第一轮的胜利 我的天啊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进入到了第二轮 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是两轮当中最优的成绩 所以双方的选手第二轮的压力也蛮大的 那即便是选择二十分之一的 这个观察区域的话 也就意味着 对于王于恒来讲 必须在26秒以内完成 当然一配也许还有更好的成绩 水哥 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你能跑起来吗 如果你已经有答案的话 你可以跑起来吗 因为我知道我们年龄差不多 不太愿意懂中年老男人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拿到答案的话 你可以跑起来吗 我不想跑 好 现在请两位选手来选择第二轮的难度题 主持人 选手与一配选择的难度是二十分之一 又是一个二十分之一的题 主持人 王于恒选择的难度是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一配为什么还做这样一个选择 既然今天我觉得大部分人认为这个更难 那我就完美地完成两道更难的吧 好 掌声鼓励一下一配 对于水哥这样一位非常厉害的对手来说 他是完全有可能翻盘的 我可能大概也只有刘启成的把握 为了以防万一我第二轮要做得更快 宇恒 这一题对你来讲我觉得压力也蛮大的 你估计要在二十六秒之内完成这样的一个答题 为什么还做这样一个选择 没有什么理由 我告诉你 就是没什么理由 就是往死里掐 往死里掐 因为这个舞台就是一个人走 一个人留 好 我们有请郎之道为两位选手出庭 有请 我们找几个色差是非常激进的 我们总是搞一个出来 走吧 他的白色跟另外一个人的白色是不是要差别 对 至少可以混淆一下是吗 你要选他是吗 主持人 嘉宾已出题完毕 好 谢谢 好 我们请后台审核一下 这个题目是否有效 根据小度数据 该题目符合选手所选难度 好 现在我们大屏要显示的是 郎之道为两位选手出的题 这个小度的完成度是百分之零 没做出来 就不匹配 好 两位选手请阻位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核桃 挑战 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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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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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选手王绿恒与答题完毕 用时5分35秒55 好 尽力M2017带你进入验证时刻 两位选手答案会是怎样呢 听我口令 3 2 1 1号 1号 两位选手答案都是同样一个微早化的编号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后台为我们核对并调取 1号电视机所对应的微早化 好 请显示嘉宾所选择的完整的微早化 好 两位选手的答案会不会是这一幅微早化呢 请看 回答正确 我们恭喜玉佩取得了本次比赛的最终的胜利 有请两位选手 好 我们再次恭喜玉佩 当然我们也对玉衡的非常精彩的表现表示祝贺 我想他们的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各位的评审都看在眼里 所以郑宇 说实话我此刻还沉浸在一个震撼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对两位选手完全仰慕 年轻人 易佩 一个冲字 然后水哥 我们中年男人的优秀代表 一个吻字 尽管比赛一定会有输赢 是靠时间赢的 但是我们看到实力上 两个人的辨识真的都太吓人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然后我恭喜两位 你们答出来的答案 至少都击败了小杜 所以你们可能是站在了我们最长大老选手的顶峰 至少我们在这局上面 貌似暂时领先人工智能 玉佩 我问你个问题 在第一局比赛中间很明显 易佩是跑过去的 速度这么快 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规则 那你为什么拒绝跑起来 还是不紧不慢地去答题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舞台永远都是年轻人的 是 有些东西 确实比比赛的输赢更重要 做这种题 我们以为这是一个速度的比拼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体会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说 我该怎么做怎么做 跟他比没有关系 水哥 你是不是认为 易佩这个同样的项目之前是玩过一次的 所以对他来讲至少是两倍的记忆深度 所以你从开始就比他信息的记忆度弱了一半 客观上来讲的话 这道题其实从设置 从规则 我觉得都是公平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站到这个舞台上 既然答应要做 我觉得我就是做好了准备 可以面对输赢 所以无所谓 这跟那也没关系 漂亮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VC2人说的 只是说了那个兰德的那首诗 杨将先生翻译的前两句 就是我不和谁争 谁和我争 我也不屑 那后面还有 后面就是 我热爱自然 其实是艺术 我用生命之火烤着双手 火尾了 我也该走 那么玉衡呢 在这一次的比拼当中呢 非常的遗憾 答案非常的正确 但是时间的关系呢 没有赢得这一次的比赛 我们也谢谢你一路既往 对最强大脑的支持 谢谢你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放弃过去 我放弃过去 王与恒 每一次我都是最可怕的 王与恒 你取得了这一回合的成功力 实际上的世界 第三场人际大战 其实在我心里面 已经有人选了 就是水哥王与恒 王与恒 希望水哥挺身而出 那就下周不见不散 小动回答正确 小动回答正确 我是小英 对 但我并不怕输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舞台的地方 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这个原点 圆满了 好 好 请摘下属于你的中国名人唐讯上 要相信自己无限